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先聊一下泳春泉的来源 首先我要介绍我自己,我的名字叫Hendrick 我是练义京戏的泳春泉 那义京戏的泳春泉是由红传时代,震荡义京传给曹家 就是广东亚胡的曹家 那个时候就传给了曹顺,曹顺传给小孩曹德胜 曹德胜传给曹安,曹安传给我师父曹崇才 那我是向我师父学 那这样也过了六代,就是从这个义京 曹顺,曹德胜,曹安,曹崇才到我 所以,这个泳春泉里面有一套古泉 那就是小念头,也叫做108小念头 这小念头和我们目前所看见的泳春泉三套泉不一样 这小念头有四段 第一段和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小念头 是非常非常相似的,非常接近的 九成以上接近的 所以,这个义京小念头,长套小念头的第一段 是和这个目前的,这个大家的小念头 是有九成相似,以上相似的 那其他的三段呢,就和我们这个 成桥标志的两套的内容也是相似的 虽然说动作啊,在这个招式的编排不一样 可是他的眼里都是相似的 所以呢,他这一套108小念头 一直从红船那个时候保留到今天 那跟着这套小念头的有一个隔绝 这隔绝呢,就描述这个小念头里面 四样东西 第一个就是招式,动作招式 第二个就是诠释 第三个就是禁法 第四个就是七脉 所以有这个四个方面的描述 那当然,在这个全觉之中 也有关系到历史 那依照我的师父说 当初永春泉的发明 创着永春泉是由一位先生 叫苗顺 苗顺呢,在桂林和五枚学百合拳 之后苗顺把他自己的武功 加上苗顺和百合拳 加上苗顺和百合拳 创了小念头 那这个武功也传给了 颜顺 颜顺 颜顺后来传给颜永春和他先生 也就是颜顺的女婿 梁博潮 那 在这个 颜顺去世之前 有告诉这个 这个 他女婿 就永春的先生 他说呢 这个 苗顺有说过 这套武术 不是 这个 五枚的百合拳 而是 苗顺用自己的武功 这个 融合了 五枚的百合拳 所创的 一种 心全种 那 这个事情 事实上 在这个 全觉里面 是可以 看得见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小念头全觉里面 有出现 比如 丹朝阳 的 字 就是说全觉 全觉是这个 这歌诀是这个 七言 七言 祭 慈祭 那 他有丹朝阳这个名词 在这个全觉之中 我们知道这个 丹朝阳是 或是丹朝阳双朝阳 那 朝阳式 是 福建 永春拳的 一个很重要 代表性的 一种 技术 所以 我们也知道 说 这个 传说中 这个 五枚 的百合拳 是 这个 永春拳 的 母拳之一 那是肯定的 如果说 以这个拳节来看 当然还有其他的这个 动作方面 招式方面的 那 但我们讲这个 用这个 全觉来说 这个 已经所传下来的 小链头全觉来说 有这个 丹朝阳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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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知道说 它是 和福建 百合永春拳有关系的 那 可是另外一边呢 我们不知道 苗顺 斗武功 到底是什么 那 另外一个方面 也可以这样说 我们 这个 一直 在永春拳 一直都有 这个流传 这个 这个 蛇和真徽 蛇 残 鹤底 那我们知道了 这个 这个 鹤 很肯定的是 福建永春拳 福建的这个 永春拳 OK 那 百合永春拳 可是这个蛇 那到底是什么 一回事呢 那 为什么这个 苗顺 又没有细数 他本身的拳 是什么 他只是说 他 以他自己的 这个 武术 这个 这个 融合 这个百合拳来创 这个小链头 那 那 当时 记说 这个小链头 是后来 由 呃 永春 沿永春 夫妻 传大红船去 大红船 才叫永春拳 之前 是叫小链头 那 这个 这个 描述的问题 啊 我很 偶然的 就 预伤了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答案 那这个事情 大概是这样子 我 差不多 19 75 76年 呃 向我师父 超纯才师父 学这个 这套小念头 和这个全结 他也帮我 帮我讲解全结 啊 跟我解释 那 我那个时候 因为也有 这个 这个全结里面 有这个 招式啊 有气脉啊 禁法啊 这些东西 很多很多事情是很有趣的 可是我 我 我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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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的 这个 这歌节 都是古文 以古文写的 我 我那个时候是在 马来西亚 并成马来西亚 那我是印尼华侨 我对 虽然我是读 韩江中学 可是 对这个古文也是 不是很通的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去 这个 看了很多佛经 这个 道家的书啊 很多都 都拿来看 应该要了解说 这个 这个歌诀里面的 这个 这个意思 呃 在这个时候 我就 医到一本书 那就是 呃 这本书 这个就是 呃 周全酸 先生所著的 儿媒十二专 呃 呃 是你 那我一看这本书 这时候 就 发现 这书的 词迹 那个七言词迹 和 这个 《易经》这个 这个 这个小念头 这个歌曲里面的词迹 有的是一字不同 有的是另外一个说法吧 这个一样的意思 相同的意思 有一些 这个 这个稍微不同的 这个 这个用 用字说法 所以在这个之下 我就发现说 咦 很奇怪啊 这个很有趣 为什么说这个 这个儿媒十二专的这个 这个 这个 和这个 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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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念头的 诀是一样的 当时就很好玩的 就好像说 我们看这个 这个 色调英雄 看到这个 不是色调英雄 笑话 看到这个 啊 凌迦剑谱和 葵花宝典的 的感觉 OK 那时候我就和我的 师父 叫 虽然说 有这样的 一回事 啊 那 我 我师父 开始 不 不 不觉得应该不会是一样吧 因为啊 啊 他们这个歌曲 在 曹家里面 这个 内传 不外传的 那怎么会和外面的一样呢 那后来他就告诉我说 那你要从好几个方面看这个事情 所以从那个时候起 我就对这方面有一些注意 那这个 永春泉和这个百贺 福建百贺永春泉和儿女士二庄 如果我们以这个 这个叫什么 这个权势 以这个禁法来看 我们来看说他到底是 真的是他有关系吗 是这样的 比如我们看这个禁法 永春泉的禁法 如果说是以百贺永春泉的禁法来说 那百贺永春泉的这个 这个禁法就是春静节力 对不对 那这个春静节力呢 是 比如说这个 这个春静节力 它是比较大 比较刚的春静节力 那这个 那这个 这个 而美 十二庄呢 它的禁法呢 是 建立在一个叫做 蛇形涌动 的平台上的 然后它的禁法比较细腻 比如它的这个 这个 这个 同背禁 或者是这个 修理禁 和这个 比较刚的 那就 不一样的 那 如果说我们把 这个 这个 这个永春的禁法 比如我们在练这个 小练头啊 大家小练头 前面就有这个十字手 这个蛇 这个 蛇缠的那一段啊 去对比的话 可以发现 我们那一段 或是做这个标志啊 和这个 福建的百贺永春全的 这个 春静节力 是 比较不一样的 比较接近 而没 十二庄的 通背禁 蛇形涌动 通背禁 对 而我们的这个 日日冲锤 这冲拳 和这个 而没十二庄的 修理禁 又是很接近的 所以从禁法上面来说 呃 似乎 永春全的禁法 是 而没十二庄的 蛇形涌动 和这个 百贺全的 春静节力 的 永和 比如我们的冲锤 我们的日智冲锤 所以它不是这个 好像这个 百贺永春全的 这个 春静节力 那比较刚 比较 比较 动作比较大的 而这个是比较细腻的 它也是一种春静节力 不过它是比较细腻 比较 应该说比较柔中 拜刚的春静节力 而不是纯刚的 这个是在禁法上面 所以在禁法上面来说呢 以我的看法 那 百贺永春全和 俄眉十二庄 结合 变成了今天我们的这个 永春全的这个禁法 那是可以成立的 那顺便要提一个东西就是 比如我们这个小念头 或者是《易经》的 或者是《延祈山》 只要是1900年之前的 小念头套路 都有一个动作 这个动作 这个做前的动作 这个动作 如果我们去看 那个俄眉十二庄的话 这个叫做五指描太极 所以这个顺便提一提 这个动作是 和这个俄眉十二庄的动作 这个五指描太极一样的 所以这个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禁法和这个动作 这个其中一个一个一个动作 那我们接下来 我们如果说在谈这个 权势 我们知道那个 这个 白鹤 福建白鹤永春全 是讲究 中文不让子武不离 那中文不让子武不离 那 可是它有一点这个 一粒 降时会的这个味道 那就是说在中文 在这个子武上面 这个是有比较刚的一种 用力 很刚勇的这个力 打这个中共 那 如果说以这个 俄眉十二庄的这个 这个 前世来说呢 那它是这样说的 俄眉十二庄的前世是这样说的 它是说 末党冲马进 横锁 刁牛憋 是刁牛的脚 封闭借来法 以子之矛 公子之盾 所以它不是 直接 一粒相识会那种打法 而是一种借力打力 用力破力的 打法 那 如果说以这个 百贺永春拳 的 中文不让 指武不离 加上了俄眉十二庄的这个 封闭借来法 以子之矛 公子之盾 加起来 是和今天我们所 我们的永春拳的 权势的 因为永春拳不打 不不不打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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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一粒相识会那种 钢的 打法 而是柔中打 柔中带钢的打法 那就是 之所以 借力打力啊 用力破力 之类的 所以在全市上 额眉十二庄 加上这个 百贺永春拳 演变成了 我们的永春拳 那 也是成立的 好 另外一个事情 就是这样子 你看那个 白鹤永春拳 他用的是三三步 他打这个中宫 他的 他的那个 因为三三步 他的那个架构 和他的那个 权势 和我们永春拳的这个 二字权量 是不同的 所以 这个 额眉十二庄 加百贺永春拳 事实上 我觉得 也是可以解释了 为什么 永春拳 小念头 用的是二字权量 而不是用三三步 因为他已经不是单纯的 这个 百贺永春拳 的那种 那种架式 而是 有了这个 柔中带刚 这个 借力打力 借力破力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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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在里面 所以这个 全世上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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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 那在命名上面 在名字上面 事实上 在额眉十二庄里面 有一套 叫做小字庄 那这个 小字 以额眉十二庄的 这个 说法 就是 苦练 重小字 万端出小处 所以 这个 这个 是非常细腻 非常细的 这个 也和 我们 这个 小念头 这一套拳 这个 它的细腻 和 它这个 这个 以前我们人说是要 打得点点轻 那不容易 所以 点点轻 也是在小处上 非常注重 而不是说 这个 比较出资大业的 是比较细腻的 所以 从这几个方面看 都有 这个 百鹤永春泉 和额眉色装 就是 永春泉的 母泉 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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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其中有一个 有趣的事情 就是说 那为什么 苗顺 当初不说 他的 武功 是什么呢 他只是说 以他的武功 和平 这个 这个 永和 这个 五眉的 百鹤拳 而创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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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念头 那 事实上 这个事情 从这个 周浅川 先生所写的 文章里面 可以看到 原来 额眉 十二庄 在 五零年代 之前 都是 从 从南宋 到 19 五零年代 之前 周浅川 这个 先生 公开之前 都是 每一代 只传 一个人 也就是说 在这个 额眉的 金顶 这个 这个 金顶 上面 这个 这个 佛 上面 那个时候 传额眉 十二庄 一代 就只是 传 一人 不传 两个人 而且 都要发誓 不可以传 别人 那 如果说 以这个 推算的话 以 一经 这个 永春全 这个 小念头全决 这个 和百贺 不见百贺全的 这个 推算的话 小念头的 产生 大概是 1750年之后的事情 或是左右的事情 或是到1800年 事情 因为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因为 百贺永春全 在之前 和在之后 有一个 也有一个 进化 有一个演变 那 我是以这个 前百贺全 那个时代 也就是1800年之前 因为如果说是1800年之后 那就 就是另外一种 方式的百贺永春全 我们说的现在是永春全 这个小念头的创是 1800前 1800年前 那好 所以在1800年之前 那个时候 在1750年 1800年之前 那个时候 在俄眉十二庄 也就是金顶寺 俄眉十二庄 传承的 人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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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丈 法师之中 就肯定 必定要有 这个 这个 描顺 那 也 我们也可以说 因为 他发誓过 他不可以泄密 而他泄密了 他当然不会讲说 他的武功是什么 这个是我 我个人的看法 那 话说回来 我师父说 他这个全权是他朝家 里面 内传的 是不外传的 那你现在在这个 这个 周全汤 老师 这个周全汤 先生在四川那边 有啊 这个 这个 额眉金顶 那边一个全权 和这个 全权和这个 广东治理的 这个 全权的词迹 是差不多相似的 那就很肯定 知道说 那一定是在 创权那个时候 有人泄露了秘密 因为当时候没有 Ethernet 好像我们不可能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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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 功高 前天下 对不对 那 所以 这个描顺这个事情 大概我的看法就是这样子 那当然 谁是描顺 谁是五美 我们不知道 可是如果说 以这个技术的 层面上去看 以我个人感觉 这个 白鹤钱和鹅梅 十二桩 那是跑不了的 那当然 这个 这个事情 有一个 这个 研究这个 这个 这个鹅梅 十二桩和这个 白鹤钱 是否是 泳春泉的母泉 有一个 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当然 我们这个中国人 第一是 这个 饮水诗言 我们要行根 第二 也因为 这样我们可以更了解 我们自己 的权术 那 尤其是 比如说 这个 内功方面 在 鹅梅十二桩上面 它是一个 非常 完善的 完整的 一个 一个 内功 内练系统 包括了 佛家的 禅定功夫 包括了 这个 气脉 这个炼气 修脉 包括了 它不同 种种的 进法 所以 事实上 从那边看的话 你可以知道说 这个 永春泉 是处以名门 第一 你如果 有看过 这个 方七娘 十五四 百合拳的 十五四 它那个是 很多 很丰富的 这个 武功方面的 这个 这个 资料 加上 这个 鹅梅十二桩 这个 内练 气脉 禅定方面 加上 武功方面 治病方面的 那是一个 很 很丰富的 系统 所以 永春泉 不只是一个 很 很 很 怎么讲 很表面化 很这个 很 很 很浅的 东西 不是 以这样看来 它不是 这么回事的 所以今天呢 就聊到这里 和大家 这个 报告一下 我所 知道的 那 我也许 对 我也许 错 那就 留给以后的人 来这个 去 去研究吧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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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